记者年香晚台北报道,张瑞佳在网剧《动物系恋人话》中饰演霸气狼系恋人,开播仅三日就标破4000万点月,他与女团火星熊成员黄暗若稳定交往三年,两人当初也是教会教友,上月31日他度过33岁生日,也选择到教会和家人朋友粉丝一起共度。 生日会上他也套路,以前爱家人,就是要给他们好的物质享受,后来才改变方式,以前我爱的方式错误,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们,向家人真行告白的同时,感动到流下男儿泪,让在场众人都知乎感动。 他回顾成长经历,套路童年离开最喜欢的沾话,随着父母北上台北,因为父母忙做生意,时常都是他与弟弟独自在家中,他要求自己要背起照顾弟弟的责任,洋装坚强却让他忽视同样需要被爱和被关注,对成长造成很大影响。 他大学时期风光入选为竞技拔河代表队,在世界各地比赛获奖,2006年一举拿下金马奖最佳新人,一路顺遂的他,却对人生感到迷惘,直到受洗成为基督徒,跟着教友到医院为重症病人祷告,给予关爱的同时也就赎了自己。 张瑞嘉过33岁生日,类动感谢家人,周子提供,张瑞嘉33岁生日选择在教会度过,周子提供。